会上来自马祖的曹元璋回顾了1998年自己登陆沙坡尾的往事 那一年曹元璋第一次从台湾开船直达厦门 在厦门沙坡尾鱼港登陆后 拉起和平促进两岸三通横幅 多年后在两岸各界努力下 小三通大三通陆续实现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长李志工 则分享自己来下投资的经历 希望两岸青年能够持续深化交流与合作 要更加速地交流 你看水通了 那瞧我们赶快见 电 气 赶快通 那么两岸就会热落 这个两岸是同温同远 从我们开台网延时期开始 一直到现在 两岸人民这样平凡的一个交流 他是没有办法去切断的 台湾青年王生豪在沙坡尾工作多年 致力于传播下岗文化 如今他参与建立的沙坡尾活泰展示馆 通过新颖的文创形式 让更多人了解下岗的海洋文化历史 真的是希望大家只要来到这边主力 也可以把这里当作这边的第二故乡 那么多人来说 都会想到这边主力 尽力于传播下岗文化历史 在这边主力 尽力于传播下岗文化历史上 也有没有两岸